各位朋友好,這次二十大結果出來之後 大家都感覺到很失望 很多關心中國命運的人都覺得中國完了 習近平現在已經一人獨大,一派獨大 他已經掃平了群雄,掃平了各個派系 現在滿朝文武,都是他的親信,都是他的馬仔 都是一匹馬癖精 習近平已經成功地實現了極權獨裁 不錯,習近平這一次二十大確實是佔到了絕對的優勢 相對於其他的中共的這個派系佔到了絕對的優勢 而且他也成功地改變了中國的過去 應行了幾十年的這種制度,就是威權專制的制度 就是派系分章的制度,或者按照他們自己的話說 叫做集體領導制,現在他成功地把自己變成了一個獨裁者 他登上了這個獨裁寶座,但是大家也必須得看到 他在登上這個寶座之前已經成功地在自己的寶座下面 埋下了好幾顆不定時的炸彈 他這一次的人事安排,人事佈局,這幾乎就等於是在布雷 他已經把自己所活動的這個地區已經布滿了地雷 而只要其中一顆炸掉,那麼其他的就要全部的連環抱 他的這個寶座也就會被炸飛 他想建立的習家王朝也就會灰飛煙滅 那他這次的佈局有哪幾個敗筆呢? 第一個敗筆就是對胡春華的安排 他這次把李克強和汪洋都給他們撈下去 從策略上來說是可以理解的 你要想當獨裁者,你就必須得狠 你必須得把對你任何有潛在威脅的這些人 把他們給幹掉,把他們給打下去 那李克強和汪洋明顯的就是這種人 李克強在過去的這幾年已經好多次歷次的跟習近平唱對台戲 這種人不把他打下去,那習近平是沒有辦法來為自己立威的 汪洋他雖然沒有李克強那麼高調 但是這個人他的心機比李克強更深 而且這個人他可能能力比李克強還更強 他可能下起手來也會非常的狠 所以他是對習近平構成了潛在的威脅 那麼把他打下去也是可以理解,在策略上是對的 但是把胡春華降級由原來的政治局委員降為普通的中央委員 這絕對是一個巨大的敗筆 這可以說是習近平在這一次二十大上面最大的一個敗筆 因為他這麼做就等於是昭告天下團派的人 一個都不能用,我一個都不給你們出路 哪怕是現在你們爬到了這樣的一個高位 我也絕對會把你們給摁下去 不僅是曾經跟我作對的李克強,還是沒有跟我作對 但是對我有威脅的汪洋,我都會一竿子打到底 而且像胡春華這種老老實實的還對我歌功頌德的 對我這個扶手稱臣的人,我都絕對不能夠容忍 這就會讓全國的團派和習近平的這個政權 處於一個完全敵對的狀態 而全國的團派這個人數是非常之多的 尤其是在省市這一集是有很多團派的這些官員的 他們雖然不是一把手,一把手的位置 大多數都有習近平的人拿去了 但是二把手三把手聽局的那些主管的官員 他們還是有相當大的實權的 那團派還有另外一個特點就是跟其他的中共派系相比 跟紅二代或者是江派或者是習家軍相比 他們受到正規教育的人數比較多 這些人絕大部分都是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從大學裡面畢業出來的 他們因為受的正規教育比較多 所以說認知的程度就比較高一點 做事情就比較靠譜一點 他們算是比較能幹的一批官員 同時他們也比其他的這些派系要稍微規矩一點 不像紅二代那麼囂張,過去那麼囂張 現在已經囂張不起來了 也不像習家軍這樣這個馬屁派的正天想 但是沒有什麼真本事 習近平跟這個中共體制內最能幹的這一批人 跟他們為敵這絕對是一個大的失策 那說到這裡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不同意了 他們認為團派已經被團滅了 現在的這個各種媒體都在這麼講 他們還能夠有什麼出席 他們還能掀得起什麼浪花嗎? 這是一種誤解,團派的這些人過去確實是比較老實 比較勤勤懇懇的做事情,然後想在這個體制內往上爬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老實是有道理的 因為只要做事情,只要不惹事不折騰 他們就還有升遷的空間,就有發展的這種出路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現在習近平已經明確地告訴他們 無論你們怎麼樣再努力 你們已經到頭了,只有往下坡路走 所以這些人他就會對這個體制心深怨恨 就會站在他的對立面 那他們這個心思習近平知不知道呢?當然也知道 那麼知道了之後他還會留這些人在體制內嗎?當然不會 所以說現在習近平既然走出了第一步 已經把李克強、汪洋、胡春華他們這些全部都給打下去了 接著第二步他也必須得走 就是必須得對這一批心懷不滿的人 對這一批可能的潛在的造反者 要對他們進行徹底的大清洗,就是斯大林市的清洗 把他們要麼就關進監獄,要麼就肉體消滅 所以習近平對團派的這個大清洗,這是可以預見的 稍微了解一點點政治,稍微懂一點點博弈論的人 就知道這是一定會發生的 那麼既然知道了它一定會發生,團派也就不會坐等 所以過去比較膽小的團派今後就變得非常的膽大 過去比較溫和的團派就會變得非常的激進 他們將會成為反習勢力的主導者 而且他們是有這個能力的 大家要知道,現在習近平他所建立的這個獨裁體制 他還是不穩固的,還是炒創階段 還是有千瘡百孔,有很多地方的弱點 團派從總體上來說,他的力量沒有辦法跟習近平去抗衡 但是團派不需要去總體上跟他抗衡 只需要找到他的某一些弱點 然後集中的精力去攻擊他這一些弱點 就能夠讓整個體制 讓習近平的政權的這個,比方說他是一個水壩的話 在這個水壩上面打開一條缺口,洪水就會噴湧而出 那麼接下來的這個壓力也就會把整個大壩可以摧毀 這就是政治鬥爭的原理,並不是說完全靠對雙方的實力 誰來大,誰來在正面的對決,不是的 政治的這個鬥爭往往是經常是可以以弱勝強 可以以小擊大,就是看你找不找得準對方的弱點 看你找準弱點之後,能不能夠給出致命的一擊 團派絕對是有這個能力的,你比方說現在中國的民怨這麼大 這就是習近平現在所面臨的一個巨大的問題 他過去這兩年已經意識到了有顏色革命的可能性 而鼓動這個顏色革命如果是要團派的來做 那簡直是輕而易舉 比如說現在全國好多個城市都在陸續的在搞這個封阻 在搞這個清零,當這個地方封城的時候 如果是團派的官員正好是管理的那個地方的供電系統 能源系統,他只要把這個能源系統把它破壞掉 讓他在一天兩天之內不能夠恢復 那麼所有的這些老百姓就會忍不住,就會衝上街頭 當人群大規模上街的時候,只要有一小部分人 再進行一下政治鼓動、政治引導 把他這個訴求,把老百姓的訴求,各種訴求都提出來 然後再把這個危機向周邊的地區擴散 現在全國各地都面臨著差不多的情況 那麼一下子這個顏色革命就可以興起了 在動員顏色革命,為顏色革命點火 引爆顏色革命這個方面,團派他們的力量 那比中國民間的這些民主派人士 力量強大得太多了,千百倍不止 只要他們想做,只要他們想到了這一點 他們就一定做得到,他們以前是沒有想到的 以前還是想維護這個體制的 但是經過這次二十大,我相信絕大部分的團派 都已經明白了這個體制已經維護不了了 維護這個體制就等於是自己在自殺 所以今後我相信他們會走出這一步 這是習近平的一大失策 習近平這個人很盡有餘,但是自謀不足 他不知道這個兵法上有一個原則 叫做為師必缺 就是說你自己的這個隊伍佔據著絕對的優勢 敵人的隊伍很小你已經把他包圍了 但是你必須得給他們留出一個求生的缺口 讓他們逃跑,讓他們不跟你來拼命 你如果是把他們全部圍起來了 知道他知道自己必死無疑的話 那麼跟你拼命你自己所受到的損失很大的 如果是他在你的隊伍當中還沒有暗線的話 還有這個內應的話,那麼很有可能過來反殺你的 如果是這次胡春華被提升為常委了 然後再給他一個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職位 或者是讓他到政學裡面去當主席 這個都對習近平形成不了太大的威脅 但是這麼做,他的這個示範效應 對所有的團派官員的示範效應 那可以說是不可估量 讓團派所有的人都覺得我們還有出路 至少是他們覺得不會對團派一棍子打死 不會對團派進行侵襲 他們不需要因為絕望而來反抗習近平這個政權 習近平就可以收編絕大部分的這些團派的官員 不僅僅是可以縮小自己的敵對的勢力 而且還讓這些人為自己所用增加自己派系的力量 何樂而不為呢?但是習近平沒有這麼做,一大敗筆 那這次二十大,習近平還有第二大敗筆 就是對陳全國的安排 陳全國沒有進中央委員會 也就是說他這次是要徹底的退休了 但是他沒有到退休的年紀,他才67歲 按照中共的規矩,七上八下的規矩,這個慣例 他還可以繼續往上走啊 但是結果這次不僅沒往上走 以前的級別都沒有保住 以前的政治局委員的這個位置都沒有保住 連中央委員會都不讓他進了 也就是說把他一棍子打到底了 好,這就是貶官啊,為什麼要貶官呢? 陳全國他雖然是個酷吏,但是他很有才幹 他在西藏從2011年幹到2015年幹了五年時間 在這五年時間中他不僅僅是平息了西藏人的反抗 以前西藏人經常動不動就要上街去抗議 西藏的這些寺廟的喇嘛 做出了很多很多英勇的舉動 但是陳全國在五年之間就把這種反抗的浪潮 給他平息下去了 而且他也把西藏的經濟,這個也發展得不錯 在他執政的時候,西藏的經濟GDP的增長率 是全國第一達到百分之十二點幾 所以這個人是相當有才幹的 所以習近平後來又把他調到西藏 去平定那個地方,維吾爾人的和其他的這些 少數民族的他們的這個反抗的舉動,他也完成了他的任務 但是剛剛完成任務,他就被從新疆的這個自治區 一把手的位置上面就把他給調到北京去 讓他去當這個什麼國務院的扶貧工作 還是農業工作領導小組,還給他一個副組長 就把他降了一級,而現在又徹底的把他打入冷宮 體制內的那些幹部看在眼裡就不禁要問你習近平為什麼會這麼做 為什麼陳全國這麼一個聽話的人 這麼一個為你出力的人會得到這種下場 原因是什麼呢?無非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習近平需要拿陳全國當他的替罪羊 現在全世界都在聲討新疆的這個種族滅絕政策 聲討新疆的這個大規模的集中營 習近平不想自己擔這個責任就把他全部推給這個陳全國 習近平這麼對待陳全國等於是告訴西方世界 我要跟他切割,壞事都是他做的 有些情況我是不了解的 還有第二個原因就是陳全國不是習家軍的一員 不是習近平的親信 他在習近平上台之前,2012年上台之前 他跟習近平之間沒有任何交集 那麼之所以他後來做了那麼多事情 習近平理解為他只不過是在為黨國效力 這是應該的 不是為我習近平個人效力 那麼覺得你還有用的時候我就用你 但是當我覺得你用你已經引起了一些負面的效果了 那我就不用了 我就及時的跟你切割,及時的把你拋棄 這就是習近平對於那些無派無系的那些官員 對他們的一個原則,用完就扔 這也會讓非常多的中共的官員寒心 因為習近平的這個親信隊伍並不是很大呀 習近平過去在地方上任職的這些經驗主要就是在福建 浙江和上海這三個地方 所以現在他大部分的他提拔的親信也都是來自於這三個地方 那麼中國還有那麼多其他省份的出身的那些官員 他們就跟習近平搭不上這種關係了 那麼成全國的這個案例也就告訴他們 無論他們怎麼樣再努力,習近平都不會把他們當自己人 那麼今後這一批人就不會那麼積極上進了 不會去盡心盡力去為習近平去做事情了 他們會選擇躺平,而一旦這麼大一部分人都開始躺平的時候 這個體制,這個習近平的獨裁體制就會遇到危險 那這次二十大,習近平還有一個巨大的錯誤 就是對王小洪的安排 王小洪這一次沒有能夠進入政治局 這是讓很多人感覺到非常意外的 因為王小洪這是習近平這個習家軍的最老的一批成員 早在九十年代習近平在福州當市委書記的時候 就已經跟王小洪建立了互相信任的關係 據說當年習近平出差的時候還把他的女兒委託給王小洪來照顧 這兩個人有非常親密的這種個人的關係 而且王小洪這個人他也有一定的能力 習近平在一二年成為總書記之後 就把他從福建一步一步提拔最後當上了現在的公安部的部長 公安部又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門,是習近平的刀把子 習近平讓王小洪當公安部長 這是讓他發揮了他的這個刀把子的功能 但是光有功能,人是不能夠滿足的人必須得要有榮耀 讓他進入政治局,進入這個權力的核心 這就給了他榮耀,一個人既能發揮功能又能夠有榮耀 他就會覺得自己是個人,那你僅僅讓他發揮功能 去為自己看門,那就是一條狗,就是一把刀 僅僅是一個工具而已 實際上習近平和王小洪對待他們兩個人的關係 是有不同的看法的 習近平是把王小洪當作是一條狗 當作是一個工具來對待 而王小洪他錯誤地認為他跟習近平的關係 應當是朋友關係,應當是兄弟關係 我們認識了這麼多年了,我為你辦了這麼多的事情 你好像也是非常的信任,我把女兒都交到我的手上 那就應當是兄弟啊 但是他忘了習近平這種出生於紅二代的人 他根本沒有把他的手下,無論是跟他 好像有多親近的這些手下,根本沒有把他們當成是人 更不會當成是兄弟 習近平和王小洪的關係就跟薄熙來跟王立軍的關係一樣 你為我辦事的時候我誇獎你幾句 給你一個甜頭,給你一點官當 但是一旦我對你不滿了,我就一巴掌打過去 你算什麼東西? 那我相信通過這次二十大,王小洪已經明白了 他跟習近平的關係不是他以前所想像的那樣 是這個兄弟關係,是這個朋友關係 而是祖僕關係,而是主人與狗的關係 所以今後可以期待的就是王小洪也不會那麼賣命了 他還會去執行他的某一些職務,某一些功能 但是不像以前那樣去處心積慮的 要到處去把習近平的敵人,隱藏得很深的敵人 都把他們給挖出來,把他們繩之以法 就像他對待孫力軍和其他的那些所謂孫力軍團夥的 那些成員一樣,這種事情王小洪再也不會幹了 那麼同樣是被習近平當成奴才走狗的 其他的那些習家軍為什麼會被提拔 而王小洪不被提拔呢?你比如就像蔡奇 他就是一個典型的走狗啊,為什麼他受到提拔 王小洪被受到冷遇呢?蔡奇和王小洪之間有一個重要的區別 王小洪算是一個武夫,他沒有受過什麼教育 所以說在對待事情上面就容易直來直去 而蔡奇他對自己的這個身份 他對自己的這個地位是非常非常的清醒的 他知道自己就是一條狗,所以他在習近平面前表現的 就像一條狗,習近平看見這條狗的時候 那當然就會更加的歡喜 大家看一看過去這個蔡奇 他對習近平的那些表態有多肉麻就知道了 而王小洪雖然也做過幾次肉麻的表示 但是習近平一看就知道這不是王小洪自己寫的 這是他的這個班子的人,公安部裡面的 那些寫手幫他寫的,不代表他的心聲 代表他的心聲就是習近平跟王小洪見面的時候 他的那種態度他不會像蔡奇那樣卑躬屈膝 所以習近平對他就有一點不滿 習近平覺得在這個時候我已經坐上皇帝的寶座了 你這個時候每一次見到我了就應當三潰九寇 這個時候我才能夠有當皇帝的威嚴 這就像當年這個劉邦他這個打了天下之後 初期跟他一起打天下的那些武將文臣 都在朝堂上面吵吵吶吶,後來有一個叫蘇孫通的 這麼一個讀書人就給他設計了一套制度 讓其他的人跪在地上了 劉邦說現在我才享受到了當皇帝的快樂 現在習近平也覺得自己當皇帝了 而讓他享受到這個快樂的就是蔡奇這一類的人 王小洪沒有讓他享受到這種快樂 拍馬屁拍的不夠,宋揚聲音不夠大 珊瑚萬歲的聲音不夠大 他就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冷遇 從這次二十大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習近平現在是自我膨脹的不行 已經是過度的自大了,他認為現在天下已定 沒有人能夠挑戰他了 所以江澤民、朱鎔基這種老傢伙 乾脆就不讓他們進入二十大的會場 胡錦濤他本來以為還會聽話 還會比較老實配合他 但是不配合我馬上就把你驅趕出去 不給情面,現在他已經到了 恣意妄為的這種地步了,權力已經讓他陶醉 對待敵對的派系 他認為自己可以輕易掃平群雄 而對待自己的親信馬仔 他認為主要的標準就是看他們拍馬屁 拍得好不好,拍得好的就把他們提拔到高位 拍得不好的就去坐冷板凳 這種做法無論他現在有多大的權勢 將來只要有一個地方只要有一股勢力 舉起了一旗公開的反對他 馬上體制內外全國各地就會響應 倒席的這個浪潮就會掀起,他就會兵敗如山倒 習近平這個王朝將會是歷史上最短命的王朝 可能比秦二世還要更加短命 秦二世的朝廷還維持了三年 他可能連三年都維持不到,大家拭目以待 每年都都已經抵出了 是的,我們怎麼會 看我們來說,很快